你怎么还没到啊 马上到了 马上到了 马上 马上 半小时之前你就说马上 你到底在哪儿啊 我真马上到了 要你一层撒住 第二个 我带你第二个 你这样啊 你跟着我的舌头说 一 二 三 你吓我一跳 你这衣服怎么了 上哪蹭那么一身啊 这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走 上楼 上楼干嘛呀 我妈在呢 你是太阳底下晒傻了 来不就见你妈的吗 走 我妈她本来就看你不顺眼 你看你现在这样那么楼 你上去不是找倒霉吗 我带你洗洗吧 洗什么洗啊 我们家小美心疼我了 讨厌 讨厌 站着 妈 讨厌 谁你们家的 不是我们家的呢 我看看 这是什么 什么呀 有了这个 你就是我小媳妇了 干什么呀 你不识字啊 终极大杀器 行了 上楼说 走 不行 你换什么衣服 换什么衣服哪来的衣服啊 走吧 她到这儿走啊 好 很多话我不想说 但是为了小美好 也为了你好 今天我必须得说 恶人总得有人当吗 是 阿姨 你想说什么 你就尽管说 你看你啊 没学历 没文凭 工作一般存款不多 房子没有 车有一辆还是二手的 说来说去 你就没有加分的地方 唯一一个优点 没爸没妈 不需要养老人 但也是缺点哪 没遗产 怎么说啊 实话实说嘛 阿姨说得对 多好啊 真是 都是现实情况 谈恋爱嘛 我不反对 但是谈婚论嫁 必须讲条件 就好像打扑克 有大小王大才能赢嘛 有诈也能赢 问题是你有诈吗 你有吗 有了拿出来我看看 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我就一意思 不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 两个人过日子 光嘴上说那么好听 没有用 遮不了风 挡不了雨 顶不了饭吃 男人对女人好 就一个字 爱 赵 你必须把那真金白银给我掏出来 那才算数 两个人想把日子过好 没那么容易 别的咱不说 咱就说这房子吧 两个人要结婚 总得买一个一居室吧 现如今就咱这城市 一居室 少了两百万买不下来吧 两百万不是两百块 你有大小王吗 你有诈吗 充其量 你也就是一小二 阿姨 我有诈啊 第一诈 小夏 你这个人条件一般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诚意的 是 阿姨 我知道你怕小美跟着我吃苦 所以我这是有准备的 我诚心诚意来提亲她 丑话说在前头啊 房产证上 必须要写上我们家小美的名字 没问题 这我们俩都商量好了 嗯 好 很好 啊 还有啊 每个月的月供 由你一个人来付 剩余的工资 要全部交给小美 没问题 这男主外女主内 应该的 好 好 好 哎呀 购房一项书 毕竟不是购房合同啊 你得赶紧把合同签了 那才算数呢 没问题 等我把这个首付款准备好 我立刻就去把合同签了 啊 首付款你没准备好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 就这两天我就把这事给办了 那就赶紧去 省着夜长梦多 签合同的时候叫上小美 别忘了签完了以后 来通知阿姨医生 啊 都把日本人改罐的 没效果 你跳不上邀请 快去啊 vagy可以走 你去吧 小伙子 你乖破 restaurant 起价里 misleading 你拉我一乘呗 大姐 我也急 西郊两养院 您顺路一脚游门的事 怎么就顺路 怎么就一脚游呢 大哥 你是好人 我求求你了 我坐在车上 屁的屁的 一百 大哥 你就等我一会儿 我去去就回 好 赶紧的 你不知道 我这儿不好打车 不是 我今天啊 我去买 你别说了 加钱 两百 那个 我是记者 哪家媒体的 宁州娱乐周刊 太抱歉了 再见 不好意思 不能进去 听说皮特要去喂问病人 快 走 谁呀 就踏踏实实的 把你那心 放一杯砸在里 知道吗 我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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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快快快 快跟我走 干什么了 我带你去采访 你国际一戏 大娃儿 你吓了一跳 我不去 你给我钱 我马上走 你放心吧 钱我会给你的 赶紧跟我走 不是 挺住 挺住 你一会儿跟我演场戏 你演病人 我演护士 逛一圈 什么病啊 我是记者 采访需要 你找别人吧 你没良心事 我干不了 不白干 一会儿有什么病呢 脑肿瘤 开炉术后 康复中 表达不清四肢 无理身体虚弱 大小便失禁 不是 脑子有病 这至于吗 小点声 记住啊 别给我演砸了 少不了你那三百 我说不错 我们西郊疗养院呢 已经有二十个年医生 各位请跟我来 你看 这上面有几只猴子啊 是 有几只小鸡 是 真棒 这上面有几个小猴子啊 你 是 你们好 皮特 真的是你 你好 这位病人的情况是 开炉术后康复中 我正在帮他做脑部康复 别闪啊 别闪 这个病人害怕闪光灯 快出去吧 别闪 快出去 快出去 既然这样 大家配合一下 出去吧 别拍了 谢谢 别拍了 谢谢 谢谢 快出去 你好 出去 别拍了 出去 谢谢 出去 谢谢 谢谢 别拍了 谢谢 快出去 出去 哎 哎 这 怎么直了他 不好意思啊 他脑残的 经常这样输很久 你看他好开心哦 我也好开心 皮特 飞机 你 飞机 好吧 很高兴认识你 还有这位先生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见你 怎么了 我知道啊 你很想要一双新鞋 可是 就没有车进城嘛 那我也没有车 又没有人拉我去 那我该怎么办嘛 我带你 真的 他说什么 他说你 真的是个大好人 你急 来不急了 你等会儿 你先听他 你等会儿 我这儿 我 你等会儿 你先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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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账呢 哎 你二十跑了 还没打针呢 你回来 你站住 三把 你回来 真的好帅哦 你在看什么 我闺蜜小叶子说你这个鼻子是整形的 我气坏了 我跟她大吵了 一架要绝交 所以正好今天有机会我要看一看 那你觉得呢 我发誓是真的 如果是假的 我这辈子不当护士 你摸摸我就知道了 可以吗 这里有个小桑口 这叫微创手术 你真的整形 其实整容并没有那么可怕 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 而美是任何人都抵挡不了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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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干什么 揍你啊 你看不出来吗 全模狗样就是个伤口 你敢打我 你 你 你 臭小子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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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挺好看的 你敢这些祸车事 骗子 骗子 你个大骗子啊 你吓死我了 你要杀人啊 我根本都撞死你 你个骗子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我不跟你说你在这儿等我吗 等 等 等到什么时候啊 大骗子儿你带着我东跑西点的 你一可好 转脸就跑 答应的事你全忘了 我答应你什么呀 你数耗子的 撂转就忘了 你才是耗子呢 你 怎么了你想动手啊 你动本姑娘一天手指动 你试试 不跟你一般见识 赶紧的 什么呀 装呢 拿钱 你就知道钱 我劝你那点我 干嘛呢 不就这样拿钱呢 等什么的等什么的 你喊什么喊呀 你裂嗓呢 下车 你站这儿 算什么车啊 我跟你说 你别以为你这个小姑娘 我就不敢动你啊 拿钱 你有病啊 我回身上下 哪有一个装钱的地方 这儿 这儿还是哪儿啊 你喊过喉咙我也给不了你啊 哎呦怎么着 放赖是吧 我 就这样吧 你 你给我拉回去 这档车钱我一起给你 没门 你这啥小子呢 我这还有急事呢 你自己想办法 这钱不成车 耗不着地儿 我怎么想卖法啊 我但凡能打到车 我能用你啊 那我不管 行 你不拉我也行 你把电话号码留给我 回头我把钱一起给你 真敢开牙啊 上下嘴皮一动就说话 是不是 刚才谁扭短就跑来着 要不然我追上你 你能给我钱 甭留电话 不信这个 交信金 干什么 你啥呀 你什么意思啊 你给我下来 下来 我跟你讲不通道理 你拉我回程 到时候单位有同事 把钱给你立马给我消失 有问题吗 没问题 走 什么话啊 什么 地址 灰龙广场 具体点 那你一开灰车的 你不知道灰龙广场在哪儿啊 那就是四个门 三条电影线 都是不是顺着的 就算你付了车费 不想给我油钱 我还不想当个时间呢 西门 这么凶干什么呀 天上下有理了 没见过你这样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呢 一关楚楚 你开着宝马 唯利是图 你不先丢人啊 我开车赚钱 凭的是手艺 靠的是本事 有什么丢人的 我也没赚黑钱呢 穿比我好的 心比我坏的 有的是 一路货色 为父不仁 你们娱乐记者好 八绯闻 穿八卦 你们就货都上去了 不是这赚点钱吗 你这人脑子 出了钱就没别的吗 我是男的 赚钱怎么了 像你呢 还加个豪门就万事大吉了 就看不起你这种男人 现在事业女性 哪一个指望你们男人了 我已经到达瑞瑟西门 把钱准备好 就因为你们这种 狭隘不讲理的男人太多 所以我们女人才要站起来 为自己争取权益 就因为你们这种 无理取闹的男人婆太多 所以圣女问题 才那么严重 你说什么 我说 你说你长得挺漂亮的 身材也不错 就是脾气太差嘴太丢 你说哪个男人 能喜欢你这种泼妇 不是你干什么的呀 我做点泼妇的事让你看看 不是你给我站住 你不是让我付钱给你吗 怎么回来了 不用了自己解决了 你根本真是咋办呀 一言难尽 我还有事啊吗 我懂 小时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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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不见穿得这么有情趣 你兼职了吗 我兼职是为了工作不像你 工作本身就是兼职 汪主编楼上等你呢 赶紧的 汪主编 你找我 子 子凌怎么穿成这样了 我搞到专访了 是按咱们的采访要求吗 是 记录我看看 没有 让你去做皮特的专访 你打伤人家 人家告到社里来了 什么 他还敢恶人先告状 有什么不敢 话都放了如果不开除你 我们就等着收律师函吧 我累死累活搞个专访 他到猪八戒倒打一盘 泼我一身脏水 瞧这口气 搞砸了专访 连累了杂志社的声韵 现在还跟着狡辩 看来我们这个小庙啊 是容不了你这个大菩萨了 想开我 你说了还真不算 那我说了算不算啊 子凌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们要对独者负责 更要对杂志社负责 杂志社不是慈善机构 是要生存的 都像你这样 把握不好尺度 处理不好关系 甚至动手伤人 长此以往传江出去 杂志社延面核存啊 这次真不怪我 那上一次呢 非抱人家劈腿 撅到广州拍人家 你也老不知道了 到杂志社 骂咱们拆死人家家庭 主编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上上次 人家怀孕要结婚 你非到医院证明人家 没怀孕 主编又替你考了 还有这一次 这次是皮特费林我 别说我了 换人谁都会抽他 子凌这种事情 可不好乱讲的啊 有证据吗 哪怕拿出丁点的证据 主编替你遮掩 有吗 什么社会了现在 法治的社会没有 谁说我没有 还好我都背了个录音笔 小心使得万年传 关键的时候留一手 还是很有用的 汪副主编如果没有其他的事 我就回去写专访了 嗯 换身衣服啊 老师我不知道你什么脾气啊 我是忍不了了 要不你再给加点钱吧 不能 我这车我下了不少工夫 花不少钱 你看这跟新的一样 想多卖钱 把牌的一块卖给我 我多加两万给你 不是 你这 别这个那个了 要感谢摇号的政策吧 要不你这车啊 上哪儿卖钱去啊 就是一堆废铁 这车牌你们一转转 然后卖多少钱 这个你别管啊 你说卖不卖吧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有事不能再找你啊 快说 找我什么事 半个小小之前我刚知道 我中了车白纸标 不错呀 全品大爆发呀 快消息呢 这是我六个月之前摇的 今天是最后的天有消息 你怎么今天才知道啊 我哪知道啊 这一百五十万人摇号啊 哪儿那么容易摇上我呀 谁知道我走到高速运了 那你现在来找我干嘛 赶快去买车呀 亲爱的 你不是不了解我 每个月不找你借钱就不错 哪儿那么容易买到车呀 这这么好的指标 就这样浪费了 当然不会呀 卖给我吧 你呀 我已经收过了 没有车的日子了 我一定要买辆车 你买车 你那么穷啊 咱们每天加贷款 钱差不多够了 给你了 这么大发 嗯 疼吗 又一招 没关系 等姐有车了 天天借你开 那还等什么呀 啊 买车去哦 干嘛呀 自从我开上这车 你都没笑过 有什么可笑的 我也算是一个有车的人了 起码得为我高兴一下吧 不是做好了 为你高兴的准备啊 可是你也太将就了吧 这转车也买啊 它要不是转车 它能折上折吗 它要不是试驾车 它能便宜那么多吗 反正我不喜欢 啊 干嘛呢 为什么我跟你说件事啊 我这不是最近要结婚吗 这是手点紧 不行啊 两千块钱救不了我 借我八块钱 抵押品 这车坏了 坏蛋 你出国了 那恭喜恭喜恭喜 你这事业有成啊 这个好久不联系了 你孩子都满月了 被结婚不要脸呗 是是是 你都知道我借钱了 你是不是借钱买房子吗 不是你出国 这电话号马上打回去嘛 你说分子钱我肯定随着 放心吧放心吧放心 行了不说了 电话费挺贵的 好 干嘛 师傅 晚上去电视台录节目的事 你可别忘了啊 录人 啊 知道了 好 走 走 子林 今天有个女嘉宾居外是男女战假冒的 啊 要是我现在还找不到秘密 我们节目就得开天窗 我就死定了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 你一定要救我呀 我救你谁救我呀 我妈看到不骂死我 说不定你就一夜成名了呀 不稀罕 你听我说 你是知道的 我找这份工作有多么不容易啊 我卖过保险做过促销 当过礼仪跑过龙套 这是我第一份跟我专业对喉的工作 我不能这么失去他啊 你就帮帮我们 就帮我一次嘛 好不好嘛 你帮我一次嘛 好不好 感谢你那够车指标的 你同意了 哎呀 子林 我就知道你最好 来来来 我们去化妆 现场的关注团伴大家好 我能把这展发出来吗 为什么呀 太丑了 像个老妇女 像个杨苹果 我给你改个名啊 你叫 你叫许子 你傻呀 哪儿想着许子林呢 还您一个真实的将天舞台 我理解 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安心赚钱吧 妈 跟你商量个事呗 说吧 一会儿让丽丁来咱们家吃饭吧 爸证领了再吃也不迟 你同意我们领证了 我说的是房产证不是结婚证 想什么呢 几位男嘉宾都没有牵手成功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最后一位男嘉宾的表现 大家好 我叫夏丽 怎么是这倒霉蛋啊 匾字侠曾经说过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蜘蛛侠说的 谢谢 蜘蛛侠曾经说过 你是金凤凰 你就要担负起凤凰的责任来 我妈曾经对我和我弟非常的好 她特别不容易 所以我一定要照顾好我房 等将来 我弟媳妇生了儿子 我要照顾好 我弟媳妇的儿子 做我的女朋友 必须得完成这个 连你弟弟的儿子都要养啊 那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那要是你女朋友不同意呢 你愿意和他分手吗 是的 要是你弟弟生的是女儿呢 哦 那就无所谓啊 哦 那就无所谓啊 呃 泼出去的水嘛 性子跟我们一样 是 谢谢 哈哈哈哈 你说我们男人压力多大呀 房子 票子 车子 哪一个不是我们男人主的 而女人呢 只要嫁一个好钱包 负责花钱就行了 不信你问问代表的十二位女嘉宾 有哪一个 愿意为了真爱而裸昏的 好 看来我们台上女嘉宾有话要说 接下来我们有请十号女嘉宾提问 那什么啊 男嘉宾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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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们男人他们压 什么压 压力大负担重 我 我听了你的故事 我 我知道为什么你对你妈你弟 感情深 领导 你看了没有 他现在按咱们梗子走了 我看了没有 他现在正在颤抖正在梗子 马上就要哭起来了 就要跟这个男的走了 很好 三十几准备 这位同常男 我想问你 是不是在你前丈母娘那儿 受到过什么挫折 挫折 什么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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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叫夏丽 今年三十一 我是一家著名ID公司的通常领导 我有过三段感情经历 夏先生呢 有点紧张啊 我们十号女嘉宾是说呀 您是不是在前丈母娘那儿 受过什么挫折 晚上没人开始 快 快 我问你受过什么挫折 挫折 就是 我女朋友 我前女友 咱们俩确定关系那天起 他妈就让我买房 当我上面提心的时候 我丈娘 我前丈娘 还说 一手交房 一手交人 行了吧 那你是不是真心想对这个姑娘好 给她一个完美的家呀 我当然想那天美满的家了 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你都不知道 我为了借钱买房 都这样了都 她 她是为了赚钱才去的 这事你知道 她交不上手付款 你也知道 给她打电话 让她来吃饭 高考的时候 我们做着一样的选择 一样的试题 一样的录取分数线 也没有因为我们是女生而降分 你觉得当女生容易 你当个试试 你生孩子的骨还在后面呢 你做完月子 要一边上班 一边带孩子 皮肤要保养 身材要保持 稍不留神 你老公就会嫌弃你 前面有领导同事各种竞争 没事还要弄个什么红颜知己 弄得我们心里焦脆 我对了 你不光嫌弃我们 你烧带脚还把 咱们妈都给嫌弃了 我们妈辛辛苦苦半辈子 把我们养大 终于等到我们要嫁人了 还以为幸福的小生活 再向自己挥去招手呢 万万没想到 这茫茫人海章遇到你这种人渣 不是 你说 你别跟我谈真爱 你想裸婚 那是因为裸婚 符合你的现实利益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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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让主持人打断她 你敢 我们的妈只希望自己的闺女 在这个城市有个落脚的小窝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你总说你有多辛苦 你有多不易 你多有才能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 才能攒个首富呢 你别瞧不起人家山鸡男 我觉得啊 受死的凤凰还不如鸡呢 好歹人家也有个鸡我 你说谁鸡呢 说谁鸡呢 不是 导演怎么回事啊 咱 咱不是这么说的吧 导演 这位男嘉宾 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啊 我只是说你自己 你别牵连着其他的男同胞 说白了 这全天下 瞧不起你的 只有你自己 那 那像你说的 家的女儿就跟做买卖似的 那跟古时候卖闺女有什么区别 又没让你买别墅 只是付了一个首付 人家把女儿都已经嫁给你了 还要跟你同甘共苦地还贷款 人家都这样了 你竟然跑到这全国观众的面前 去为自己喊冤 我想采访一下你 到底谁给你的底气 谁给你的心心啊 我不知道你前丈母娘 我想听到你刚才的无耻言论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但如果是我 我恰死你的心都有了 那 那你 你还把灯留着 太过分了 你太无耻了 你瞎说 我瞎说 你瞎说 你瞎说 请安静一下啊 对不起 不要吵了 请大家安静一下 不要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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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门没锁啊 我 我 我给你我俩又的拜拜火 丽兵 你看你真是的 来就来吧 还拿什么水果呀 饭都给你做好了 来来来 快坐下吃 来 店儿 静一点 过来过来 准备了 这小劲儿做的 一瞅就嫩酒了 从小呀 阿姨就教育小美 宁当奉猬 不当鸡头 男人要有本事呢 手指都愤怒一点 就够他吃了 今天你们电视那女嘉宾呢 句句都说到我心坎里了 这天底下哪个当妈的 不盼着自己的闺女好啊 说我贪钱 我能花你几年呢 没办法 孩子大了管不了 我心想就游着他去吧 鸡头就鸡头吧 没想到我们家小美 挑来选去啊 她选了个鸡屁股 你尝尝 怎么样 那你就让 丽斌有很多优点的 是吗 那我还不知道 她人缘好 脾气好 面相好 喜气 我是让你找男人的 不是让你找吉祥物 那找男人也不是找钱包吧 怎么不是啊 就是找钱包啊 我算是白教育你了 你妈我把你生成这样 也是尽力了 我就是巴望你能嫁一好男人 我也跟着想起天福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 你看看那个女嘉宾 你要是有人家一半的眼光和脑子 也不至于找这么个祸 阿姨 你别怪小美 我是我的错 当然是你的错 夏立斌 你别在我面前装老实人 一出门 不把我骂个拱血喷头 我就算烧高香了 好了好了 废话少说 我现在问你 首付款是不是没凑齐 这个 阿姨你再允我几天时间 我一定凑齐了 我今天就把车给卖了 又凑了八万 什么 房子没买车又卖了 车是小事 别别的不敢说 车将来肯定不成问题啊 就我的手艺 就船也能把它船成那一辆 今天卖车的钱 再加上我现在手上的存款 这首付凑得差不多了 别说差不多了 就说差多少 差八万 八万 这马上就要交钱了 你现在还差八万 那你赶紧想办法啊 怎么还有心思来这吃饭 不是 你让我来的吗 赶紧给我借去 不是 大家都不容易 都困难 借了一圈 没借着 钱小美 你不是说她人缘好吗 怎么没有一个人借给她钱 要不你借我点吧 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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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不是 天哪 钱小美看见了没有 都算计到你妈头上来了 行了 行了 我看你今天来就没憋着好屁 落 落的 落的 你是怎么着 硬着头皮想到我们家来倒插门啊 不是 那真乱啊 当初你说不让我们出一分钱 你骗谁啊 我们赔了人还赔钱 妈 你别这么说 你行了 你给我闭嘴吧 你没听人家说吗 你是前女友 我是前丈母娘 你还替她说话 不是 阿姨 钱阿姨 对 是钱阿姨 我乱了 我了 现阿姨 行行了 你别废话了 我告诉你啊 钱一分没有 你不是在电视上说了吗 我让你一手教房一手教人 不是 那不是我说的 那是角色说的 就有着我们演员一副题 你放屁 你这是对我智商的侮辱 我告诉你啊 别说你没房没车 你现在就是有房有车 我们小美也绝不够攀 从今天开始 钱小美跟你一刀两断 老死不相往来 我要是让小美再见你的面 我就不是你前女友她 亲妈 你怎么回事 回来了 徐大夫 还没睡啊 你不回来 我敢睡吗 你小姐 可能我偶尖 她 在时候 你们高刀 要 serves 你不能וא 你不顾了 让我们来 你不顾虑 Happened 有事明天再说 锅里包着老亚汤 卸了妆喝点 赶紧睡 谢谢 谢谢徐大夫 这 看没看呢 我不是说买房这事不应该 我是说买房和节目这种事 哎 师傅 你今晚这造型也太帅了 你点赞 你这词传得也太硬了 你都怎么想的呀 这导演真是 什么都能想出来 根本就没按台词说 那 那你畸形发挥的 那女的不按词说 我有什么办法 那你更厉害了师傅 厉害个屁 星座管这叫水逆 怎么就水逆了 我就没觉得 那徐子林也不是什么好人的 也太能说了 也就是师傅你吧 一般人谁坚持得住 再说了 别说徐子林 现在大街上随便丢一女的出来 哪个不是灵牙利齿能言善变 能把死的说成活的 我不就是当了演员 去赚点钱吗 是 我拿人钱财 我替人演戏 我不该这么多要求 不是 但是你 你 徐子林 你也不能这么激对我 是不是 你说我跟你有多大仇啊 说话说那个狠 昨天 坐车不给钱的就是他 帮我车钥匙扔的也是他 逮我去演戏的还是他 要不是他 我车能被拖走吗 昨天你跟我说的那个人就是他 这 这也太巧了 好死不死的 录个节目又碰了他 你听听 说的话说的我跟臭狗屎似的 你把我说成臭狗屎 你就香了 最可惜的是 录个破节目还是直播 直播怎么了 小美他妈看见了 说而鸡屁股 让小美跟我分手了